女帝陛下圈 谢策军 目策军 苏策军 路策军 白黎策军 事情我自己来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是我抽中了长签 今晚有本策军事情 白黎策军稍等 你的签有问题 我 我抽的本来就是长的 我才没有动手脚 这 陆迪 你竟然推我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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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是故意要砸你的 什么情况 我只是不小心踩空了井盖 然后竟然穿越了 臣 恳请陛下保重龙体 前陛下 不要太过于沉迷南色 南色 陛下 不仅要为天下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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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要为您的五位策军 五位策军 还有皇太女 考虑啊 娘亲 人家是喜当爹 我这是喜当娘 还这么多夫君 怎么参加得住啊 为什么那些大臣 一个劲地劝我 不要沉迷南色 那些大臣们 都是听信了陛下的五位策军 都是被抢抢入后宫的 所以才会误会陛下的 等等 元主经历 他见了个爱一个 五个男宠 的确都是被他抢进宫的 只是他们夺取皇夫之位 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 各出手段算计元主 再加上元主 那个不省心的地骨男王 宋青年煽风点火 成功让元主 坐实了荒芸无道的昏君灵声 而元主的母亲 大量开国女帝宋兰 将皇位传于元主后 便做起了 逍遥自在的太上皇 不问世事 跪累了 就回去吧 我要和我的爱妃们 去赏花 元主每次去向她求助 都被赶回来 导致元主 现在父辈受敌 孤立无援 对了 秋月 兔头 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 陛下 您不记得了吗 小殿下是兔年出生的 你给他取名就叫兔头啊 对对对 那兔头 是我和谁的女儿啊 陛下 您自己也不知道小殿下的生父是谁啊 嗯 什么 六年前花灯夜 陛下在宫外的书语楼 被男王设计 与人春风一度 这才有了太女殿下 而陛下的五位侧君 在六年前那个夜晚 刚好也去过书语楼 也就是说 兔头的生父 就藏在这五位侧君之中 嗯 那陛下 得赶紧找出小殿下的生父是谁 否则 会引起朝局动荡的 兔头的生父 和朝局有什么关系 我们大梁 一朝以玉玺 陛下登临地位之后 之前的太女殿玺 便是您的专属玺玺 六年前那晚 陛下将太女殿玺 赠予那名男子 做了定情信物 这个不分轻重环境的恋爱呢 陛下登基之后 仍在沿用太上皇的玺玺 男王古东朝臣 屡屡就未用欣喜之事 向陛下发难 而陛下的五位侧君 又多怀有一心 陛下若再放任 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不是啊 别人穿越都是什么剧本 怎么到我这儿 不是被弟弟逼宫 就是男重勇一心啊 不行 我得找个机会 去会会这五位侧君 兔头 娘亲的五位侧君里 你最喜欢的是谁啊 兔头和他亲爹之间 一定存在血缘感应 他最喜欢的人 说不定就是他亲爹 我最喜欢 谢叔叔 谢昭 当朝成效 容貌冠绝天下 腹黑央目 十多狠烂 陛下 怎么是你 臣以为是刺客 差点误伤了陛下 还请陛下责罚 责罚就免了 你也不是故意的 我记得六年前 那晚那个男人 领口有颗红纸 陛下 看什么呢 没有啊 没有 谢州的领口 没有纸 应该不是那晚的男人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谢浙军 你要干什么呀 陛下 不是要看臣的领口吗 这样才能看清楚 不用了 不行 不能被他的闽南纪迷惑 谢浙军 皇夫之位 我已许给兔头的生父 但是 你若能帮我找到他 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尽量满足 怎么感觉陛下 好像变得和之前不一样了 陛下当真 什么都愿意满足成 陛下 顾浙军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南京 是我家顾叔叔和我一块来找谢叔叔玩的 你也在啊 这个谢招真的是 故意让人误会 娘亲 我饿了 我们去吃好吃的吧 好 顾叔叔 谢叔叔 我们走吧 我刚刚答应了什么 多吃点 来 吃这个 顾太夫 曾以少年之资 辅佐 太上皇 夺得天下 才华横溢 至极无声 如今成了陛下策军 没想到精力用钱 谢相身为后起之秀 正是 大有可为之时 应该把所有精力 放到朝堂 而不是 我吃饱了 我要出去玩 去吧 两轮画里有画 好像都藏有秘密 看看能不能打探下 玉璽的下 陛下请用 多谢顾三军 我一直想不明白 生性淡薄的顾太夫 当初又为何会对陛下出手 当初其实是原主 拿过预期他的学生危险 才强迫他入宫的 谢昭 其实顾太夫 这也是我留在宫中的原因 我发现自己再也做不了 别人心目中的圣人 陛下 陈友欣来 先回去休息 顾太夫 你为何不让我告诉谢昭 当初是我 用你其他学生的性命 威胁你入宫 陛下这是怎么了 以前的他 从来不会被他人考虑 陛下如今处境艰难 若再传出此事 我会学上家属 这件事 就当做是陈 与陛下之间的秘密吧 顾玉的温柔 让我有似曾相识之感 难道六年前花定印 如果有肌肤之亲的人是他 陛下 谢侧君和顾侧君是小殿下的生父吗 他们都给我一种亲近熟悉之感 但是他们身上都没有痣 娘亲 我要跟陆离叔叔学武 你可不可以封他为皇夫 我最喜欢他了 你一开始 先说你最喜欢谢昭 然后又说最喜欢顾玉 现在怎么又变成陆离了 我就是喜欢嘛 好 那就一个一个来 天陛下 远离南色 早日换用星星 快 他们怎么天天来啊 天天被他们念叨着 我孩子没有空找预心 陛下 秋月 我们在哪 那边 陛下 您别跑啊 您可得走那皇夫啊 陛下 陆离 园主的第三位侧君 出身将门世家 年纪轻轻 变军功赫赫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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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刚才还在这儿 去那儿吧 走 他们已经走了 我带陛下下去了 难怪要戴着面具 原来长这么帅 陛下 还在这里 大家火快跟我来呀 陛下 陛下 众位爱卿 你们的所纵 朕早已窒息 会尽快给你们答复 你们不必日日前来进进 陛下 您此次都是这么说 到底 退下 你们还陛下受惊了 陛下 你自个儿想当皇夫 何必拿我们开刀啊 退下 你 退下 否则别怪刀剑无影 好你个陛离 走着瞧 陛下 陛下 你为了我 得罪了沉默 以她的性情 明面上不会怎么样 难免 会在暗地里 给你使绊子 陛下 这是在 担心着 当然担心啊 不过你放心 我会早日 换用心细 稳住朝堂 为你撑腰 陛下 您头上落了花板 哦 担头 你怎么会在这里 来找陛叔叔学武呀 快来教我吧 好 差点忘了 担头现在最喜欢陛离 陛下 您在做什么 兔头说牙疼 我想给他做个牙膏 牙膏 是什么 清洁牙齿的 不过 原材料有点不够 我得去找素测菌 改进一下 主要是我自己 也用不惯古代的牙粉 昨晚 又没睡好吧 玉璽好难找啊 我感觉他们每个人都像 但是 接触后 又觉得不像 兔头今天说 他又喜欢苏太医了 小孩子嘛 总喜欢做选择 如果是奴婢的话 就都要了 秋月 你这个想法 很超前啊 不过 苏太医确实很像 小殿下的生父 为什么这么说 苏太医自小习武 他昔日最大的梦想 就是上阵杀敌 保家卫国 陛下 你怎么了 没事 应该是落枕了 陈苏从隽 来给陛下 醒平安安 你又来干什么 不会是又来 向我禀报 类似宋庆典 醒过来的好消息吧 殿下恕罪 上次是属下失误 不如安排一场刺杀 如若事成少 如果不成 这家伙给谢招 还不快去安排 是 宋庆言 要快就为母皇偏心 把皇位传给了你这个女 圆主的第四位测军 苏从隽 外表印 信不清了 陛下的龙体很高 陛下的片头疼 臣肯用针灸环节 好 还请陛下 出去一捧 原来只用把衣服 偷到肩膀 陛下 臣要开始 为你试着了 好 苏太医 你可还记得 六年前花灯叶 你身在何处 不记得了 温君 小死吧 陈珍就结束了 陈珍就结束了 陛下受到了惊吓 晚先生会派人 送一些暗时的药花 好 苏从却杀了这些刺客 之后若被寻仇 他不良于醒 这次侥幸有银针在手 才逃过一起 下次 会必会有正性 苏太医 多谢你救我 这都是臣的办法 苏太医 你可愿出宫一枕 陛下这是 赶臣 苏太医医术高明 当带朕救济万民 带你回宫之后 朕 会把太医院 都交给你打理 即使陛下证明 臣自当尊重 陛下 其他几位侧君 依次前来慰问 以按照您的吩咐 已经请他们回去了 陛下 真的要苏测君离宫吗 这么做 也是为了他 恐怕 苏测君未必这么想 为什么会这么说 陛下难道忘了 当初 是怎么说的苏测君 你应该庆幸 现在还有医术 能入朕的眼 我以前对他 这么过分 不过陛下 现在已经改变了 陛下您看 这是奴婢 背的匕首 自今日起 奴婢便寸步不离 保护陛下 背了自己的双腿 否则 就杀了他 好 你最后说话说话 否则 你叫你死无在我身之地 苏从娟 苏从娟 是为了救我才自毁双腿的 何必也不知 六年锦花灯月 树已有法 他才是不同的亲生父亲 走 苏从军 你千万不能走 苏太医自想习武 他昔日最大的梦想 就是上阵杀敌 保家卫国 废了自己的双腿 否则 你应该清晰 我就杀了他 现在还有医生 陛下这是 敢臣出宫吗 你们怎么在这 苏从见他人呢 他已经 都归我 是我非让他出宫的 都是我不好 还让他误会 理解吗 你还在 原来苏策军 是有遗漏的东西 这才遮反回来的 陛下 如此着急来找尘 是还有什么事吗 苏从军 我都想起来了 六年前 在书语楼 你为了救我 不惜自挥双腿 我 我还对你说了那么重的话 陛下 这些都是臣自己的决定 臣从未想过让陛下回报 臣是吗 那晚 那个人就是你对不对 你就是兔头的 陛下 的确是成就了陛下 但除此之外 其他什么都不记得 你的意思是 你不是兔头的父亲 那那个人 到底是谁 原来陛下 我以为我是小殿下的生父 才从从看过来 陛下 臣多谢陛下 能送臣一场 送臣出光的车马等级了 臣赶起手吧 苏从俊 你不能走 陛下 我需要你 你不仅是我的太医 更是我的朋友 我命令你 以后 都要留在宫中 人 自臣 陛下 前几日刺杀你的刺客 是南王所派 只是臣 尚未查到铁证 又是宋青云 臣已经在宫内 加大了步伐 保护陛下安慰 记得多派几个人 暗中保护苏从俊 是 陛下 苏从俊到了 快身 陛下怎么突然间 和苏从俊 感情变这么好了 陛下 臣在查阅了众多典型后 将西洋引擎 和民间常用的好物 进行了清新的调制 研制出了殿下所说的 牙膏 陛下可以看看 和现代牙膏相差不大 和我之前用的 一模一样 之前 没什么 陈在这牙膏中 加入了西洋的生粉 只需少量 溢水后 就可以快速扩散 包裹在小殿下的牙齿上 防止举止的效果 势必非凡 真的 那 该怎么哄兔头去用呢 兔头最喜欢吃蜜桃和草莓 臣特意做了两罐 分别加入了 萃取后的草莓和蜜桃 表装固执 确保天然安全的口感 小殿下 爹会喜欢的 陛下 闻闻看 真的 陛下 你近几日 天天都找速册军进宫 呃 是啊 陈 高退 白李宁 你干什么 我在外面 有心死 性活给你挣钱 你竟然在宫里 跟其他男人 循环多乐 差点忘了 白李宁是之前原主的储妃 白李宁的灵猴也没有红枝 破除的青天到底是他们中的谁啊 陛下 你说过的 只要我赚够一百万两黄金 你就放我做皇夫 再也不让我出宫 一百万两我带来了 还望陛下 遵守承诺 总不能直接告诉白李宁 是原主说谎 故意哄着他去赚钱吧 白李宁 你以后都可以待在宫里 不用吃光了 只是皇夫之味 我已经许给兔头生父了 陛下 你又拿这种借口搪塞我 没有 我 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想要其他的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我 什么都可以 好 那我要事情 如果不答应他 这件事肯定过不去 秀业 陛下 赶紧安排下去 我要宣百里测军事情 先答应下来 再慢慢想办法 陛下 按照组织 事情得由众测军抽签决定 这是什么奇葩组织啊 陛下不用担心 只是让百里测军来走过过程而已 陛下之前每次也都是暗中帮他赢的 好吧 长千在我这儿 我明明安排好了的 怎么会到谢昭手里了 陛下竟然又毁约了 看来是我给他赚的钱还不够多 百里牛 陛下 可是要亲自去向百里测军解释 没有 怎么样了 百里测军连夜出宫了 说等他赚够二百万两再回来 让陛下兑现 让他做皇妇的承诺 那好 我正好趁这段时间想想 等回来该怎么赏他 秋月 今天抽签 陛下 臣奉旨前来侍寝 谢测军 今天抽签的时候 你是不是暗中偷换了签子 陛下独守百里测军 直接宣他侍寝皆可 无需每次都拉着其他测军一起 看陛下与百里测军 秀恩爱 我是因为有祖制裁 那就废了他 陛下忘了自己是皇帝了吗 我会找机会废掉的 谢昭 你还没有回答我 你到底有为 动手脚 在陛下眼中 臣就那么下作 我不是这个意思 喂 这才几倍啊 怎么就喝醉了 明明是你来事情的 怎么还得我照顾你啊 这 小孩没有伤到陛下 谢 谢昭 我 你 我 陛下 是你半夜自己跳下来的 我本想送你回去 你还紧紧抱着我 真也没办法 陛下 陛下 你们继续啊 继续 输院 输院 你别乱动 俗话说呀 结发为夫妻 恩爱两不宜 今日啊 陛下和谢策军 也算是结发了 我都跟你说了 是头发不小心缠在一起了 结了好久才解开 说到底 还不是老天 把我们陛下和谢策军 继续绑在一起了 好了 对了 几位策军 我都已经查看过了 还是没找到 玉玺的下落 你安排下去 全力搜捕 书与楼主的下落 是 娘亲 我武剑给你看吧 好呀 我去叫陆叔叔一起来 你先去等我啊 哦 好 什么 陛下曾经 摘掉过陆侧军的面具 嗯 不是我摘的 陆侧军是为了帮陛下 面具才掉的 但没那么多朝臣亲眼目睹 也等同于是陛下摘掉的 陛下 肯定是要负责 否则 陆侧军就会被视为师真 这什么老掉牙的规矩啊 再说了 陆里已经是我的侧军了 被我摘掉面具 不也是可以的吗 陛下 陆家男子 一来一生已是一双人 如若 他的夫人还有其他男子 只有等他坐上了正夫 他才能在其他人面前摘下面具 这 跟 摘不摘面具 有什么关系啊 陛下当年 抢抢陆侧军入后宫 陆侧军没能当上正夫 已经被陆家人加以责骂 如今 他又被当面摘下面具 陆家人肯定会责怪陆侧军无能 还会对他加以责罚 奴婢可听闻 陆家家法可是很严的呢 你应该不会吧 娘亲 我刚才看见陆叔叔身上有好多血 什么 琉璃 陛下 你怎么来了 都是我不好 连累你 受了这么重的责罚 你伤到哪了 这么深的鞭痕 身上是不是也还有 陛下 陛下 陈没事 就只是首长说了点小声 是陈不小心摔 陈并没有收加分 还是个侧军 面具当众就被摘了 陆家的脸 都被你给丢尽了 面具已经掉了 即便父亲您打死我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好 一跃为戏 你若还当不上皇甫 就给我自财戏罪吗 真的没有收加法吗 那就好 陛下 吹吹就不疼了 怎么了 陈现在已经感觉好多了 多谢陛下 那就好 陛下 西州几步 西州干旱竟如此严重 西州 你安排下去 波梁赈灾 谢 宋清淵 不会撑着天灾 搞事情了 经过上次刺杀 宫内加强了布防 我们的人无法再接近宋清淵 而且 还被重重监视着 布防 西州干旱来的正是时候 到时 我会以前去赈灾为由 联合暗中招买的兵马 一举攻入宫内 除掉宋清淵 南王上表 想要担任镇灾室 前往西州镇灾 陛下 恕臣指引 南王此举 是想趁机出去招兵买马 杀回京 对陛下不利 朕明白 只是 南王在朝堂名声大好 若是他们主动提出 也会有群臣 立见他前往 朕若没有合适的理由 无法阻止 若是能找到南王谋反罪者 是否就能阻止他 朕听闻 记载南王贪污赈灾款的账簿 就在当中 若是能找出 定能阻止他 只是 朕找了许久 也没找到账簿在哪 账簿明明就在谢昭手中 陛下竟然不知 谢策军 你也带人前往查找 务必 寻出账簿下网 是 难道他 暗中投靠了南王 陛下 属下终于查到 既在南王贪污赈灾款的账簿 就在谢策军手中 确定吗 千军万确 那他为何不愿拿出来 陛策军 还要藏多久 标注账簿 竟不知 被强弩进攻的陛策军 何时对陛下如此诸心 面若冰霜的陛将军 心怀天下 悲 难道你也觉得 陛下当属于军 放开我 你要干嘛 拿下 放开我 原来你是陆老将军的公子 是你 看你这身段气质 想必 一定是位财帽双绝的公子 打包 送入我后 我相信陛下 你还没告诉我 为何不肯交出账簿 南王贪污赈载款 已是陈年旧时 我不管你有何种 给我立刻 交出账 不如因此欠你 日后 当拿命来的 你我相识多年 可见我何时的运行 账簿 我是不会拿出来的 说你还想试试 休怪 明年求情 请陛下准陈帝所奏 让陈帝担任镇灾事 前往西州 抚卫百姓 陛下 南王殿下 素来人善外民 绝对是带朝廷 前往镇灾的 最佳人选 请陛下 准南王殿下所奏 果然我没批他的奏章 他就鼓动大臣 向我施压 陛下 南王无法胜任 赈灾史一职 还请陛下 另则先良 南王 曾私吞赈灾款 致使民间 民不聊生 恶票遍业 若不你没有 确凿证据 宋情元帝会到达一旁 说他无限皇亲 此为罪证 将�陛将军的奏章 尝上来 陛将军 仅凭这些证据 不足以证明 南王私囤赈灾款 只要陛下派人搜查 定理查出罪 陛下 原来你是要用自己的命 逼谢昭交出本王的自证 那本王跟你打个洞 即便你身死当场 他也不会叫出来 陛下 你竟敢当着这么多 文物百官的面上 公然污蔑本王 你不知道 污蔑皇亲国戚 暗律当中啊 现在就看罪证 愿不愿意拿出宋天苑 贪污赈灾款的档物 证明陛离总愿飞逊了 陛离 还不快向南王磕头赔罪 陛下 臣奏章所述 句句属实 陛下 只要派人彻查 定能治南王的罪 住口 南王殿下 陆离一锦 是开国功臣 功不可 虽有罪 但罪不至死 陛下 功是功 过是过 陆离今日触犯国法 暗律当中 若是陛下不忍 臣弟 可以代劳 有阵在 谁也不能动他 陛下难道真的为了一个男宠 要更改国法 此律言科 罔顾人命 此前已有诸位爱卿上奏 请求废纸 朕已批准 谢下 何日是废纸之期 陛下 今日便是废纸生效之 按照新律 陆将军此心 无罪 那若是陆离 谋逆呢 陛下 陆离谋逆的罪证在此 请陛下明断 陛下 微臣这里 也有陆离谋反的罪证 宋青年竟然和陈墨一起 提前伪造了陆离谋反的证据 他竟然是贴了心 要置陆离于死地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此案干系重大 需交三思会审 陛下 谋逆之罪 非同小可 请陛下立刻处决陆离 以证国法 请陛下 立即处决陆离 朕说 此案干系重大 请交三思会审 请陛下 立即处决陆离 谢下 只要谢招 此时拿出宋青年 四分之灾款的账目 就能帮陆离 暂时破审 请陛下 立即处决陆离 谢招 你说什么 陆离谋逆 乃是死罪 陛下若是不舍 那就由陈代理 请陛下准臣 亲自处决陆离 陛下 臣愿意死 以证清白 请陛下 准谢相所奏 陆将军 你既认定自己无罪 又为何求死 臣不想让陛下为难 还请谢相 看在你我相知相识 多年的份上 送往最后一程 陛将军 莫几 不要 陛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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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可真是阻止多谋 只用一份伪造的证据 就解决了宋清延身边掌握兵权的陛离 吃了陛离 宋清延现在没有任何兵马可以与我抗衡 届时 我带兵杀回京都 已如反掌 这个宋清延 真是越发肆无忌惮 幸亏陛下早有预料 带领我们顺水推舟 彻才一起上演的这桩苦肉计 若你还想试试 休怪我不念旧情 你若助纣为虐 不顾陛下安危 也别怪我 不念旧情 你 陛下 宋清延此次 定会对陛侧君出手 朕需要你们二人 一同配合 这段时间 就暂时委屈陛侧君 隐身暗处 无妨 只有臣不在 才能让男王掉以轻心 掉入事先设好的陷阱 今日之事 还多亏了谢昭 是他暗中割伤自己 流了那么多血 这才成功瞒过了男王 是 娘亲 娘亲 要到刷牙的时间了 快把苏叔叔做的牙膏拿出来 好 娘亲 这个牙膏我想给小花妹妹 你带我去苏叔叔那里问一下 还有没有吧 好 苏叔叔 小殿下 是母丸怎么过来了 陛下 兔头是想来问 他有没有牙膏了 他非常喜欢 想给他的玩伴也带一些 有的 小殿下 你的玩伴今年几岁 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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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应该用蓝色这个 怎么他和我的颜色不一样啊 不同年龄的海童 牙齿情况是不同的 臣对此 做了不同的成分配比 陛下叫做 科学护齿 小殿下今年五岁 实质垂条至今 应该用紫色这片 等小殿下到了道寇年华 约十三 方可用绿色这片 哇 陛下 可是臣 做得还不够重呢 哦 没有没有 你做得特别好 只是我在想 这么好的牙膏 只在宫内流传 岂不是可惜 如果我们能在民间 开一个店铺 那宫外的小朋友 就都不长住牙了 怎么了 宿太医 我脸上有东西吗 陛下 请受臣一拜 啊 陛下如此关心百姓 深乃百姓之福 没有没有 只不过 店铺 应该叫什么名字啊 既是陛下 为兔头所研制 那不如叫 兔头妈妈可好 这个名字好 陛下 那趁明日 便派人出宫 去筹备殿面 嗯 那请走快点 我想把羊哥快线 拿给小花妹妹用 这么晚了 谢昭请爹 怎么会有打斗手 秋月 先把兔头带回去 好的陛下 你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和南王殿下作推 你真的以为你就是高高在上的陈相了 你不过是靠身体伤背的男宠 你得跌尖的娘没什么分别 此不叫 父之国 我沦落至此 好像父亲的责任最大半了 谁让我体内流踏着 父亲暗脏的血 还敢顶嘴 你这个见不得光的死生子 有着那个贱人的血 无论我谢家高贵的血 别以为你现在是陈相 就能洗穿你的过去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是玩具而已 可是别人的玩具 怕到了父亲无法企及的位置 所以说的父亲不能狂怒 住手 谁走你这么对待真的侧君 参见陛下 谢大人 你未经允许私闯进宫 还擅自打骂朕的侧君 该当何罪 陛下恕罪 臣以为谢昭 会对陛下侍奉不周 这才过来亲自调教 侍奉不周 朕的侧君 你也配来调教 滚 陛下教训的是 谢昭 你还好吗 陛下 一切 仅在乘的掌控 这是什么 这是家父与南王来往的信件 可以证明 南王收受包括家父在内 多名朝中观影的会议 你是怎么找到的 在我爹发怒的时候偷的 不然陛下以为 我这段打是白矮的吗 谢狐狸 你竟敢弃君 但仅凭这些证据 恐怕无法成功 将宋青渊下狱 臣知道 谢昭 既然你手上 一直有宋青渊 贪污赈债款的证据 为什么不肯拿出来呢 陛下 就这么想要吗 有了这些证据 必能将南王成功下狱 从而阻止战乱产生 臣的证据 一旦交出 只有一次机会 为什么说 没有二次机会 待事成之后 陛下自然就会知道 臣现在 就将证据呈上 你背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牡丹花刺青啊 这便是南王 青 必想进 就能看到花生的相机 这 这到底是谁 刺到你背上的 是家父 请你 家父为了牵着 命人将账簿 刺到我的背上 送到南王手中 过去南王的信任 南王本想 给我出车 我因为 能被他们用来 欠他尊严 才清醒忍住了下来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曾经 承受了这么多 陛下无需自责 能遇见陛下 臣已经很幸运了 可是 以前的我 只把你当作 臣看重的 是现在的陛下 我一定会为你 讨回公道 让宋青渊等人 付出代价 那就有劳陛下了 女皇陛下驾到 参见陛下 众位爱卿 平身 谢陛下 陛下 陈帝再次恳求陛下 准许陈帝担任赈灾使 此次赈灾使 朕已派陈大人前去 你 另有要事 陛下 为何不让陈帝前去 此次剥粮 只能暂缓西州燃眉之际 南王 还需留在京中抽粮 酬粮之事 任何人都可以做 放眼整个朝堂 只有陈帝才能 担此赈灾重任 陛下 难道是因为 陆离之死 想要故意为难陈帝 大胆 南王殿下 恕臣直言 您无法胜任赈灾使一职 姓昭 本王劝你想好了再开口 陛下 臣有证据证 南王贪污赈灾款 数万只剧 这样的人前往灾区 无非是继续鱼肉百姓 说 为什么不成功 我不知道他们坚饶看年龄 非常精准 为什么不成功 我不知道他的能力这么强 快速包裹 快速延展 你能 我不知道他竟然就是 兔头妈妈 科学分灵 击退猪牙 部长猪牙就用兔头妈妈 奥拉夫 黄猪牙膏 写招 这些信件 是家父与南王网 可以证明 南王收受包括家父在 东明朝中官员的队 你个逆子 这是男王贪污的账目 请陛下 让众伟同僚传约 以正臣 传言非虚 准 请问现象 何话从何得来 这是家父 并公教话 上面还有家父的印象 各位若是不信 可自取对比 此话应该是仿的 那真记在何处 在我背上 早就听完写下 昔日被人奴役囚禁多年 竟然是真的 没想到南王庆人 记载南王 私吞赈灾款的账目 被证实为真 南王 人证物证俱灾 你还有何坏说 陛下 黄姐 臣弟冤枉啊 一定是谢昭 一定是谢昭 这个贱人 他在污蔑我 污蔑朝廷命官 最佳一等 来人 把南王一干人的 押入大牢 听后发落 黄姐 黄姐 日后 若是再有人敢在朝廷上 分一些下 休怪朕 不留情面 宋青云 余生就好好在牢里待着 赎罪吧 宋青云 我很快便会出去的 而你们 只会白白牺牲两条人命 两条人命 还有一条是谁 你说清楚 陛下 我们走吧 宋青云 误以为陆离已死 他说的牺牲两条人命 其一便是指陆离 那另一位是 应是南王的风影风雨 真是这样吗 陛下不用往心里去 南王败了不甘心 自然不希望陛下好过 所以故意这样说的 陛下 失踪多年的书与楼主柳江已抓到 已压着西华宫 听候陛下发怒 好 谢曹君 你同我一同前去吧 陛下 臣有些累了 想回去休息 好 那你先回去休息 等我审问完柳江 再来找你喝酒 不过 这次可不能像上次那样 喝得这么多了 陛下 可要快一些过来监督陈 要不然 陈又回去了 好 谢招 你怎么了 突然想抱抱你一下 那我先去了 柳江 六年前 你以我的幸运 威胁苏太医 让他自费双断 今天 我要让你百倍偿还 来人 先把他的腿给我打断 陛下 饶命啊陛下 你不是一直相照 六年前睡楼 那个晚上的男人是谁吗 我知道是谁啊 快说 那个人穿着滑跪 笑里藏刀 眼角 还有一颗雷枝 陛下想有人验证的话 可要抓紧时间了 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 为什么说来不及 我听男王说过 谢招那么骄傲的人 如果过往的不堪 人际皆知的话 并然不会再躲活于世 真的证据 一旦拿出 这一次情 而你们 什么狠狠牌 我方有命 陛下 快去 你们这些情绪 谢招 你说过要懂我的 你 谢招 陛下 太好了 你还活着 原来陛下以为 臣会自尽 你好好的 为什么要喝酒啊 不是陛下约臣饮酒的吗 你都不知道 我有多难心你 陛下放心 臣不会死的 没有陛下的允许 臣怎敢死 是 是什么酒 这是桃花酒 臣敬陛下 我也敬谢策局 陛下 怎么了 他喝醉了 陛下 百里侧君求见 快伸他进来 陛下 听闻西周干旱 缺粮 我是过来送粮钱的 西周干旱 目前已经得到还减 粮食已经筹够了 百里侧君 无需担心 那就好 听说 你昨晚就回来了 昨晚本想来拜见陛下 刚好碰见谢策君 送醉酒的陛下回来 谢策君 干杯 陛下先休息吧 改日 臣再陪陛下不醉不坏 我昨晚喝醉了 陛下 你以前从来不会在别的男人面前喝醉的 百里侧 很抱歉 我确实不是以前的宋清言 所以 百里娘 你也不要像以前一样了 陛下 其他几位侧君都已在兰方院了 好 百里侧君 你也一同前去吧 我有要事要说 朕决定 封谢昭为皇夫 为什么 谢昭就是兔头生 谢昭 我给你挑了几件礼物 你看你喜不喜欢 多谢陛下 谢昭 我封你做皇夫好不好 皇夫 谢昭 你记不记得 六年前花灯叶 我赠你的那个盒子现在何处 臣不记得 啊 臣一直想问陛下 为什么陛下这么肯定 臣就是小殿下的父亲 六年前那晚 臣进入书与楼后 并不记得发生了何事 我都想起来了呀 六年前花灯叶 我曾与你 在书与楼共饮 恕臣直言 六年前花灯叶 除了臣以外 其余侧君也进过书与楼 所以并不能证明什么 可我怎么觉得 好像就是你 还是陛下想让臣继续欺骗你 娘亲 好痒啊 怎么咬了这么多包 谢侧君 我带兔头去找苏太医 开点止痒的药 臣一起去吧 明晚 你在兰方院等我 我请你喝酒 臣定准时赴云 不能封谢招作皇夫了 得当面向他说声抱歉 我要草莓喂 我有这个 我要蜜桃喂 我有这个 甜甜的一点都不辣 我喜欢 不准给兔头吃糖果 会长蛀牙 陛下莫慌 这是兔头妈妈 奥拉夫防蛀牙膏 天然果味 温和入口 孩子爱刷牙 防蛀更有效 天然果味 不长蛀牙 用兔头妈妈 奥拉夫防蛀牙膏 苏太医 可不可以研制出一种 可以快速治养的东西啊 百里宁之前 带回来一种药草 叫做紫草的药材 可以尝试一下 紫草在前世 可是如雷贯耳 是 陛下 臣现在就着手去做 我和你一起 这是百里测觉 从他的故乡西域金匠 带回来的珍贵草药 紫草 臣还从古迹中发现 我们常见的子孙 亦有其功效 所以臣决定 将紫苏与紫草 将二者混合成 等研制成功之后 我们就把它叫做 兔头妈妈双子背骨膏 陛下所取证明 甚是特别 此药膏需在低温下 才能保持其药性 发挥最大的功效 保证活性的基础声 在基纯的环境下 再进行祈祷基纯 陛下 没事 陛下 做草膏固然重要 可陛下的手 更重要 我们用此方法制出的 才是真正典籍上所在的 紫草膏 其色泽 清澈透亮 味道芳香宜人 自是不同意民间 那些绿色的眼睛 此膏不仅可以 用于蚊虫叮咬 还可以缓解皮肤的 干燥泛红 甚好甚好 可以放在兔头妈妈 店铺里买 对了 店铺打理得怎么样了 地址已经消 让咱收拾了 太好了 那不日之后 就可以和苏策君 一起见证了 陛下 臣恭喜陛下 为小殿下 找到胜负 没有 是我误会了 现在还不能证明 谢策君 就是兔头的胜负 六年前花灯夜 五位策君 都去过书语楼 到现在也没找到 兔头的胜负 这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找到玉玺啊 陛下 既然已经更改了 抽签事情的组织 不如 就安排几位侧君 轮流事情 这样 不好吧 陛下 找玉玺要紧 陛下可以假借 几位侧君事情为由 趁机试点 嗯 侧君 我听说陛下 在轮流照侧君们事情 侧君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可得抓好这次机会 我都失宠了 还能怎么抓呀 侧君放心 只要侧君当着陛下的面 把这野兰箱贴自己身上 以后陛下眼里心里 就只有侧君你一个人 真的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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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这么做 看来我只能暗中 把我家侧君一把了 谢招还没来 这个阿童 都说了不要不要 还给我带着 陛下 陛下 顾侧君 哦 我在这里等谢招 百里侧君也在啊 是啊 不能让他们发现 相当的存在 不让阿童 就会受罚呀 百里侧 你鬼鬼祟祟的 要对侧侧君干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陛下 臣来迟了 还请陛下怎法 娘亲 是我交谢叔叔 陪我一起玩的 这才让他晚来了 安宁哥哥 你也在啊 陪我去护花园 放出花灯吧 陈仙告退了 顾侧君 我们一起吧 陛下 您今晚约的是谢相 臣改日再陛下 顾侧君 我就要你今天陪 吃这个 多谢陛下 顾侧君 我们喝一杯 来 陛下 陈不上酒 想先回去休息 还请陛下恩准 你先回去吧 顾侧君 我们再也一杯 你 你怎么不喝 是 是 哪里不舒服啊 陛下 你今晚怎么了 嗯 梅子明 我就是想和你多待一会儿 到底发生了什么 陛下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奇怪 你说 到底对陛下 做了什么 我不是故意的 你快放开 快放开 求谢侧君 放过我家侧君 是我请了乙兰香 偷偷放到我家侧君身上的 与我家侧君无关 那陛下为何会对顾太夫 晓得也不知 我看到之后 本来想拿上来的 父教顾太夫从我旁边经过 那装着乙兰香的香脑 就占他身上了 你 原来最后的过手是你 他是我的人 还是谢侧君交给我处置 我保证 两日之内 让陛下恢复正常 说这期间 陛下出现任何意外 我同样不会放过你 侧君 对不起 不仅没能帮上你 还给你惹了这么大麻烦 你以后要是再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少不了你 奴婢再也不敢了 起来吧 告诉我 怎么能让陛下恢复正常 把解药让陛下扶下 陛下就不会再受香脑控制了 好了 把这些给顾侧君都送过去吧 陛下 今天已经是第三次赏赐给顾侧君了 要不 给其他侧君也送一送 不 我就要让顾侧君 冲犯六宫 去啊 白礼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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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鬼鬼祟祟的干嘛呢 我就是想跟陛下闲聊两句 白礼宁回来后怎么奇奇怪怪的 难道是在外面赚钱太累了 来人 送白礼侧君回请殿休息 我 我不困陛下 我 我就是想跟陛下你聊聊天 你就让我留在西晚宫吧 陛下 我 我不困 我恨救生 我贼救生 陛下 陛下 唯一的解药被弄丢了 我还被陛下下令休息 就剩下最后一天了 我该怎么办 侧君对不起 我刚才知道 那个香囊在晚上有迷行作用 什么 糟了 今日正好是顾太夫事件 臣顾玉 奉旨前来事迹 顾太夫 你来了 陛下为何种如此奇怪之怒 这事我以后跟你解释 现在最重要的是 赶紧让陛下恢复理智 顾测君打算 看一晚上的书吗 陛下 臣知晓陛下造成事情的用意 所以 臣不会冒犯陛下 这句我不懂 请太夫教我 陛下 是不懂这句话 还是 不懂自己怎么了 我懂的呀 我喜欢顾测君 对顾测君 一日不见 如隔三清了 陛下 当真 喜欢臣 需要再出哀主意 做皇夫 我要堂堂正正载入史册 载入史册 殿下 你可还记得咱们老家 新疆巴音布鲁克 怎么了 新疆巴音布鲁克 有揭露在中国要点的 新疆巴音布鲁克的软子草啊 那又如何 八倍舒缓力 可用于紫草膏制作 快速治养 就有磁等把握 我要速速降给你 哎 四代低温 效果最佳 那当如何 殿下接着 真紫草 舒缓快乐一步 兔头妈妈 双子背户膏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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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测君 你做什么 放开我 陛下 你应该是中了迷药 陈队和壞人去救宿 哎 你 有点厉 陛下 陛下 哎 孤雁 快放开陛下 王初缠到顾色军头发了 白礼宁你快帮帮忙解决快 孤雁 孤雁 你打得还是死结啊 情况紧急 我打了死结 陛下果然中毒了 中的是针对女子的 乙兰相 白礼宁 你竟然敢给我用乙兰相 我不是故意的陛下 你们在干什么 谢佐久 这其中不 啊 冲雨姐来了 谢昭 你怎么来了 竟敢反着陛下 陛下中了乙兰相 意外与我绑在里面 谢佐久放心 我从未对陛下做过什么 谢佐久 陛下所中的乙兰相 坏了 此事与故意无关 谢昭 你赶紧把手放下 白礼宁 我好像说过 陛下出现任何意外 我都不会放过你 我 我的确是在两人内 让陛下恢复神志的呀 救命啊 你站住 你以后要是再敢信什么奇奇怪怪的大师 我扒了你的皮 测军 我真的再也不敢啊 这个邪导演真是 专挑我的帅脸的 秋月 怎么长痘了 陛下告诉过陈 这叫青春期 不仅长痘 还面不泛油 暗沉 那你可有研制出 针对青春期的方子 陈 幸不如你 陈按照陛下所说 从青春期肌肤问题的产生链路出方 在各个关卡进行干预 研制出针对青春期肌肤问题的一种洁面 两种面质 搭配使用可缓解少年少女肌肤 油 毒 蜜 盐 的问题 成员 快快快 快试试 谢谢陛下 多谢苏太医 这下 我们兔头妈妈店铺 又多了一个新成员 秋月姐姐 你用了什么把豆香了呀 皮肤变得这么好 是陛下命苏太医做的 陛下还命名为 少年酵母精寸水乳 顾名思义 就是给咱们这个年纪用的 非常亲手 分享给你们用一下吧 哇 这么好用吗 真神奇 多谢秋月姐姐 这些老臣 又开始联合上书 催我换用心洗 可是兔头生腹到现在还未找到 陛下 那个柳江会不会真的不知道 柳江一定知情 这次 我要重审柳江 务必要问出 六年前花灯夜的事情 陛下 柳江的一人自信 什么 柳江是被人杀害好 伪装成自杀的 南王省得怎么样了 他认罪了吗 三思 怎么还没有人上来禀报 陛下 家父供说 所有罪责都是他一人所为 与南王无关 这是陈与三思 共同坐请陛下 放南王出狱的奏章 你们 紫章 罚回处狱 朕绝不会放南王出狱的 陛下 南王非奉 不然陛下就会成为 枪害兄弟的昏厥 那你之前 所遭受的折辱非议 此仇 早晚要报 我们不是早就料到 会有如此病 而且 准备了后招 好 朕 准你们做招 放南王出狱 谢陛下 陛下 您不用担心 南王此次 在云内吃了不少苦头 暂时 应该不会轻举妄动 但他一定会在安地里 搞动作 我一直在想 南王为什么会这么 有恃无恐 难道他在我的后宫 安插了暗中 陛下是说 南王的暗装 可能在五位侧君之中 如果真有暗装 又会是他们当中的谁 顾太夫 好酒精 不知南王殿下驾到 有失远迎 本王今夜是来救太夫的 殿下 此话何意 若是黄姐知道你真实身份 是前朝太子 她为了皇位 定然不会放过你 殿下 你就这么确定 黄姐当年利用你的学生的性命 逼你入宫 不就是怀疑你的身份吗 然后他又将你软禁在这宫中多年 殿下 您是不是多虑了 顾太夫可是当年辅佐母皇 夺得天下的少年英雄 为何偏偏在母皇戎登大宝之后 意外得知自己是前朝流落民间的皇子 太夫 你觉得太巧了吗 这天下 多得事无窍不成熟之事 明明是母皇早就猜忌了你 母皇为了不背负冒杀功臣的罪 所以才命人暗中告诉顾太夫真实身事 目的就是为了逼你去烦 然后再趁机戳掉你 事关太上皇 还请殿下 是你 顾太夫不会是因为皇姐的缘故 才如此为护母皇吧 莫非 顾太夫喜欢上了皇姐 皇姐早就跟母皇联合在了一起 他强迫你入宫 将你囚禁在此 为的就是羞辱你 一上无可忍的时候 他们就会趁机 除掉你 我自始至终 我心无愧 为何你们要如此逼我 太夫啊 本王可以帮你 三日后 我会在朝堂上质问宋庆颜未患鲜喜之事 结实 只要顾太夫前来 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威望 公然提出废地 众臣 必然会追随响应 然后呢 我知道顾太夫早已经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归隐山林 本王答应你 只要你趁此机会 推举本王登上帝位 本王 便放你离开 我是前朝太子 殿下 你若得了皇位 我的存在对殿下而言同样也是危险 殿下 您又敢如何放身 这是本王早已写好的圣旨 已盖上喜音 待本王登上帝位之日 便是这圣旨生效之时 届时 只要顾太夫拿着这道圣旨 离开皇宫 无人敢走 南王殿下 您就这么笃定 我会帮您 因为你只有这一个选择 三日后 本王在朝堂上恭迎顾太夫大驾 陆离 我本来打算 等男王被定罪之后 就让你公开露面的 没想到 还得再委屈你一段时间 无妨 陆测军 未免引人生疑 这段时间 我也不能常来看你 臣明白 臣会等彻底铲除南王后 再与陛下 好好酗酒 陛下 该去上朝了 好 宋情缘随时可能会鼓动群臣 以丢失玉玺之事 向我发难 丁制的新玺 最快什么时候到 最快四十 至少还需要一个时辰 你去通知安卫 让他们亲自去取 务必 在朝会期间送到 好的 陛下 今日乃大吉之日 臣恳请陛下 依照律令 换用兴喜 以我朝风调雨顺 国泰明安 太上皇 乃我朝开国之日 勤政爱民 体恤百姓 朕严用太上皇运行 以示既旨 和延续太上皇之志 以臣看 陛下六年前私会外难 将皇太女应息 赠给他做了定情主 所以这才无法拿出欣喜 陈牧 你大胆 陈牧 竟敢口出狂言无限陛下 就请陛下 立即拿出欣喜 你正传言为虚 宋庆元果然开始 难道陛下 真的将象征 一锅权柄的玉玺 送给了一个连 是谁都不知道的男人吗 虽说陛下当年 还未登基为帝 但也应该知道 皇太女应息的重要性 怎能随意送人 陛下 丝毫没有把江山社稷 放在眼里啊 众位爱卿放心 今日 朕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什么交代都不若陛下 立即拿出信息 以正视听 否则就请陛下 退位让前 来人 陈牧口出大逆不道之言 不遵陛下 把他拖下去 先找 上次诬陷本王不成 今日还想要诬陷钟娘吗 男王殿下 陈牧若是证 怎会当众逼陛下退位 把他拖下去 本王可谁敢 都给朕住手 陛下 朕已经命人 去请新玉玺 今日就依照律令 更换新玉 陈牧若是语 请问陛下 究竟何时才能请出新玉 请皇姐尽早请出新玉 以正视听 请陛下立即拿出新玉 以正传言为虚 请陛下 请出新玉 朕 如果陛下拿不出新玉 那就证明传言为真 陛下将这江山设计 失所儿戏 根本没有资格 坐在这龙椅之上 臣 恳请陛下 立即写下退位诏书 退位让衔 沈牧 谁敢对陛下不敬 谁敢对陛下不敬 恭迎太父回朝 陈牧 你口出大逆不道之言 逼迫陛下退位 按律 当斩 不是说好要帮我一起 逼宋庆言退位的吗 为何针对陈牧 顾太父 陛下他将一朝之喜 送予了一个男宠 如此荒诞行径 如何临朝之事 造福于百姓 玉玺在此 还不愧向陛下磕头认罪 怎么可能 六年前花更夜的那名男子 请是公寓 这个玉玺 定然是假的 住口 你看是一太父 臣 送城玉玺来迟 还请陛下责罚 多谢顾太父 是谁应该的 顾太父 平身 谢陛下 陛下 着命啊陛下 如是臣一时糊涂 才缠醒了流言蜚语啊 臣沐 你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来人 把他投入大牢 交由三思定罪 多谢 多谢陛下饶命 今日起 朕换用心洗 更改 好 还请诸位爱情 扶嘴 开启心智 陛下圣明 顾测军 既然印玺一直在你手里 你为何一直不愿意承认 陛下 没想到 你就是六年前 我在书语楼遇到的男子 兔兔的生父 陛下恕罪 那枚印玺 是臣找能工巧匠所做的房品 并非你六年前弄丢的那枚 你为何一直不肯承认 皇太女的玉玺 是用珍稀青盈玉打造的 全天下仅此一块 你送那块 我仔细编认过了 确实是我六年前送出的那个 老邢陛下 晚些时候 已不驯养人 青盈玉 你这离子还会有 是神家传的 陛下 仿之玉玺所用的青盈玉 便是从这块玉章取下来的 还有 六年前花灯夜 臣的确去过树玉楼 只是 臣并不记得发生了何事 如果真的是你 就好了 陛下 您在说什么 没什么 侍臣擅作主张 出死下策 臣犯了欺君之罪 还帮陛下 责罚 太夫 快快请请 是太夫为我解的文 我感激太夫还来不及 又怎么可能会怪罪 不过 太夫久居深宫之中 又怎会知晓朝堂之事 三日前 蓝王殿下下来寻过臣 据南王所言 他想利用臣在朝中的威望 以陛下丢失玉玺为由 联合群臣 逼陛下退位 这个宋情缘 果然贼心不死 太夫 他可有拿什么威胁你 陛下先放心 这世上 还没有谁能威胁到臣 太夫 你若有什么难处 一定要告诉我 无论如何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有陛下这句话 就够了 陈送陛下回庆宫吧 嗯 明晚是十五夜 满月 太夫 随我一起去赏月吧 荣幸之至 你们的十五之约 有问过本宫吗 陈参见太上皇 母皇怎么来了 现在立刻杀了顾玉 母皇说什么 因为你皇位最大的威胁 永远都不是清冤 而是身边的这个男人 母皇何出此言 今日顾太夫刚在朝堂上 帮过女儿 正因如此 他才更该死 顾玉 你答应过本宫 永远不再涉足朝堂 臣恳请太上皇 降罪 母皇曾经胜赞 说顾太夫 哪有不适之才 如今 就因为他没有信守 跟您的承诺 帮了女儿 您就要杀了他 他帮你渡过的 只是一个小危机 而他活着 才是对你最大的威胁 女儿不明白 他 功高震驻 在朝堂的威望 一度盖过我 这个开国皇帝 若 今日送来玉玺的人 是别人 那满朝文武 定然质疑真伪 就因为是他 一个 只有太夫 虚弦的人 送来 所以 满朝文武 无人敢质疑 太夫现在身在后宫 根本不会危及 我的皇位 更不会 做伤害女儿的事 人 是会变的 他若想要 随时可以 一呼百应 夺走你的皇位 本宫 给过他机会 让他离开皇宫 是他 非要留在宫中 当初 是我威胁他 学生的性命 才逼他 留在后宫的 你怎知 他不是顺水推舟 留下好图谋 你的皇位 杀了他 你才能成为 真正的帝王 他的真实身份 是前朝皇帝 流落民间的皇子 朝外 已有叛军 打着他的名义造反 他 必须死 我话说什么 顾玉是前朝皇子 我问你 这几年你待在我身边 可曾胜过一心 回陛下 臣 的确胜过一心 你若不想我们母女 日后死在她的手里 就动手吧 前朝太子已死 如今 剩下的 只是我的侧君 顾玉 你真的变了 放纵以前 你一定会杀了她 君子论计不论险 即使 顾太子 曾胜过一心又如何 我只知道 她从未做过 伤害我的事 女儿 会做个好皇帝 守好母亲 打下来的江山 但 绝不会伤疾无辜 好 我的女儿 终于长大了 江山交给你 我 彻底放心了 臣 恭送 太上皇 陛下 您刚才应该杀了臣的 太傅 你为了助我宋家 得到江山 已经付出了很多 我又怎么可能 会杀你 可陛下就不怕 如太上皇所说 日后臣 你不会 以你的能力 想要这皇位 早就得到了 臣定会终其一生 终于陛下 我也会永远 站在太傅这边 我先回去了 明晚赏月宴 一定不要忘了 臣定会准时赴月 我竟然睡了这么久 说好了 要和顾太夫 一起赏月的 顾太夫 你怎么会在这儿 臣来拜见陛下 陛下未醒 秋月 必让陈在这里稍候 这个秋月 搞事情是 陛下 地上凉 对不起啊 我本来 是想跟你赏一晚上月亮的 所以想养精蓄瑞 先睡一会儿 没想到一睡就睡到了现在 无妨 之后还有很多次月圆 臣都可以被陛下去赏 没想到顾月竟然会临阵倒戈 帮宋青年 殿下 我们这次逼宋青年退位失败 接下来该怎么办 至少最后一步了 那就是逼宫 太夫说 男王经此一变 定不会善罢甘心 恐怕 会苟急跳墙 行逼宫之举 继续推广 男王应该会在小殿下生辰的日子上 既然无法阻止 那就听前动手吧 这次 无必要将他 神赃不护 是 谢谢叔叔们送的礼物 我倒很喜欢 让我摸一摸今天小兽星的兔头吧 小殿下真的很喜欢九位操军呢 就是不知道 小殿下的生父到底是谁 有了一甲乱针的玉玺 我现在 已经不追求 寻找兔头生父了 等到男王战乱平息之后 我就找机会 放他们出宫 陛下 您说什么 以他们的才华 不应该 被拘泥于在这深宫之中 陛下 您若当众遣散将侧君 小殿下肯定是会伤心的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让他早点明白这个道理 也好 可是侧君他们 太圣皇家到 皇奶奶 哎 我家兔头又长大一岁了 果然又长高了 这是皇奶奶送你的礼物 谢谢皇奶奶 真乖 本宫 今日是专门给兔头送礼物的 宴席 本宫就不参加了 来人 送母皇回宫 没有本王的允许 谁都不准离开 你这个蠢货 竟敢在兔头的生日宴上动骨 还不快跪下 求青岩原谅 我倒是被你逼的 我不是你偏心送青岩 我又怎会如此 你心中哪有家国天下 今日 你敢硬剑指着我 事后定 剑指天下百姓 父母 不要看 我们只是在跟你们聊戏 等会儿 顾叔叔带你先离开 我们就去找你 顾太夫 照顾好他 待会儿 我释法拦住他们 你们趁机从后门离开 谢策军 你带母皇回宫 陛下放心 百里策军 苏策军 就消给你了 陛下放心 事到如今 你还在怪我 把劲放下 宋青岩 你的侧军们 已经被我下了软骨散 他们能去哪儿 外面都是我的人 想活命 请把皇位让给我 你若做了皇帝 天下必定大乱 我是无论如何 我会让给你的 你失去了陆离 没什么兵马 可以与我抗衡 乖乖的写退位诏书 只要跪下来求我 还可以给你留一个全尸 该求饶的人 是 感动陛下 你死 陆离 陆离 你不是死了吗 陛下 宫外的叛军军 已成就在来迟 还望陛下输罪 陆将军何出此言 你来的 一点 拿下 苏青云 你皇宫外还有十万大军 快别会杀进来 我决定现在立刻放了我 这样我还可以给你留一个全尸 宋青云 你谎称顾太父为我所杀 缩使前朝旧臣 一起无分 你以为 他们会一直受你蒙蔽吗 只要他们助我杀了你登上帝位 就算知道我骗他们又如何 顾太父 应该快回来了 什么意思 陈 性不辱命 陛下 宫外的叛军 已不战而退 有劳顾太父 不可能 不可能 明明人暗中跟你下那软骨伞 故意怎么可能还好好的 区区软骨伞 又怎么会难倒 朕的苏测军 宋青云 不仅是顾测军 完好无所 朕的所有测军 都好好的 绝不可能 不可能 我精心谋划了这么久 为何事实都要应对 是顾太父 先推出 你会有下一步行动 随后 谢测军推测出 你会于今晚行 我便与诸位测军一起 谋划了今晚的部局 原来是你这个第一件的 好 事已至此 你还敢侮辱朕的错觉 宋青云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竟然为了一个男宠 而你生日宴上 若此涉及我 他们不是我的男宠 他们 都是我生死与功的好人 宋青云 祈福 你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祈福 我本想 若是你肯救死罢手 我必放你一天 没想到 你居然在兔兔的生辰厌世 带领叛军前来杀我 我早早就把皇位传给你 我怎么会到如此地步 就算母皇把皇位传给你 你也不会放过 更不会放过天下的百姓 你不可能不知道 你看屋的那些赈灾款 都是数以万计灾迷的救命钱 我不是多花点钱吗 他们的死是天灾所致 与我何干 你还不知悔改 把他带走 打入死牢 放开我 你们这些狗奴才 你给你骗子 陛下你没事吧 今夜 有劳诸位策军 宋承言 我暗中给你下了 无色无味的剧图 你就会独发身亡 陛下客气 陆离 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终于可以为你平反 官府远迟了 能帮到陛下 是臣的荣幸 来 你有什么要求 都可以提出来 我会尽量满足的 臣希望 你月为妻 你若还当不上皇府 你就给我自残 写罪吗 臣希望 陛下能陪臣多饮酒 这还不简单 来 陆将军 不醉不归 喝酒一时手 苏醉起来 真是要人命 陛下 苏太医来为你请平安脉 已经在外候好久了 快请他进来 是 成为陛下开启服用 来缓解诉讼 多谢苏太医 哦对了 兔头妈妈店铺 准备的怎么样了 极为陛下 已经晚过了 南王之事已了 你收拾收拾 我明天就微服出去 把这段时间制造的好物 分享给民间的小朋友 是 明日 朕要同苏测军 一同出宫 陛下 确定不让我们跟随 朕此次 随苏测军 微服出许 宫里的事情和兔头 就有劳三位测军了 神遂命 陛下 事成案外不中 这几日 暂住喊涉 没关系 反正我也早就想来看看 苏太医长大的地方了 这闻是 是江 诶 随儿 你怎么回来了 小叔 好啊你小子 竟敢另接心欢 对不起女皇陛下 看我怎么说 我就是女皇 你也误会了 拜见陛下 刚才是我唐突陛下了 苏夫人 快快请起 早就听闻 苏夫人降门狐女 曾上过战场杀敌 今日一见 果然不同凡响 陛下 驾邻我们家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还来不及说说 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这孩子说话太慢 陛下 我亲自为你安排住处 为你接风洗尘 母亲 这么晚将孩儿过来 所为何事 我听说 最近陛下最宠爱的 那个侧君 是陆离 是 姓陆的那个老匹夫 当年在战场上 我就从来没有输给过他 现在 你也不能输给他的儿子 母亲既然不想输给陆叔叔 孩儿明日便将他请了 母亲刻意陆叔叔 鄙视一番 看看如今谁更胜一筹 你 你个逆子 母亲早些歇息 孩儿回去了 娟儿 你喜欢陛下多年 姨娘看 陛下也不是对你们有感情 放心 我会帮你们的 陛下请 陛下 苏太医 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这是陈的屋子 陛下怎么会来这里 可是刚刚 你嫂子说 这是 特地为我准备的房间 难 难道 果然 门被反锁了 陛下没有 让这儿 陈的屋子 你怎么一下就打开了 这是陈从小长大的地方 陈自私了解 陈不会被陛下 做任何陛下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 我知道的 我这不上道的儿子 不仅如此 我还有别的口招 不可能要伤了 快来人 快来人 我先去看看 陛下 嗓嗓刚产死 身体不好 放心吧 一切安好 对了苏太医 我们研制一个面霜吧 就效仿 婴儿刚出生时 身体表面那层膜 应该叫做胎枝 胎枝 可是民间所说 赤子身上 包含的那层膜 来 陛下 为何突发习想 近日京都天气干燥 正值幻季时分 很多小孩子 皮肤表面泛红 若是能有胎枝保护 那一定效果极好 正好 陈也有研读相关顶级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要充分发挥胎枝 抗盐抗米的功效 重点是 要模拟活性蛋白部分 我竟然 穿越后 在这样的环境下 做出了实验室的东西 当年毕业的课题 仿生胎枝态 这不就有了吗 臣谨记必须教诲 所谓科学分离 才能清楚 不同年龄 做了不同的配方 三岁以下 可用蓝色这一罐 更滋润 三岁至十二岁 可用紫色这一罐 更保湿 十三岁以上 就可以用绿色这一罐 控油青豆 这下我们兔头妈妈店铺 又多了一个 针铁之宝了 今日终于有机会 可以再次缩合他们了 娟儿试弄药材 从不让人帮忙 你别看娟儿 看起来稳弱 但是啊 她武功不错啊 我曾亲眼见证 苏太医 只用几根银针 就制服了一大批刺客 那真是得我真传了 算算时间 我暗中给她下的药 应该奇效 苏太医 你没事吧 我突然觉得好惨 没有理解 娟儿中了合观伞 陛下 如果不能和人远防 就会 尽卖村断而亡 怎么会中合观伞呢 陛下 这合观伞没有解药 娟儿 可是您的夫君啊 希望您能救她 苏测军救过我多次 我不会看着他死 我这就去准备 陛下 陛下 陛下已经自己想到了 真的吗 陛下可别忘了 陈是他医 太好了 你没事 娟儿 娟儿 我知道了 以后 我不会用这种方法 再撮合你们了 母亲 孩儿是喜欢陛下 但孩儿却不会通过 这样的手段 去得到她 我明白 明日 我亲自去跟陛下 致歉 那就有老母亲了 陛下 苏夫人 快坐 陪我一头喝茶 陛下 我今日来 是致歉的 为了撮合 娟儿和陛下 你为了撮合 我和苏太医 先是让嫂嫂 带我误入苏太医房间 一计不成 便又偷偷 给她下了春药 陛下竟然知道 还请陛下责罚 那就罚你 多给我做一些 这样的点心吧 我很喜欢 陛下 真的不怪我 你是为了苏太医 才一时糊涂 更何况 你也认清楚 自己的问题了 我为什么 还要责怪你呢 多谢陛下 苏夫人 快来陪我 一起喝茶吧 是 但是陛下 就从来 没有喜欢过 倦恩吗 不 不 我喜欢 不 我喜欢 也不对 就是 我明白了 我当初 在军中的时候 总觉得 男人影显 我拔刀的速度 所以我总是拒绝 娟儿的父亲 可到后来我发现 影响我拔刀的 从来不是男人 而是我看待男人的态度 陛下 苏太医 货物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可以启程去店铺了 好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多谢夫人 这几日的招待 陛下 以后可要常来啊 好 一定会的 颜姑娘 我带你入店 学试一番 有劳苏公子 这条街最泼辣 最扣门的老板娘 就是他 你站不站住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呀 我站住 往哪儿跑 站住别跑 白李娘 抱歉啊 白李公子 是我认错人了 您跟欠我钱的人 长得实在太像了 你看看清楚 欠你钱的这个标型大汉 跟我有一丁点像吗 我好好的出来赚钱 结果你追的我 整条街的人 都以为我欠你成本 我还怎么跟人 缠生意啊 我损失的 损失的何止千万 嗨 这还不简单吗 我现在就去 跟他们一一解释 说是我误会你了 等等 那 我只能给你 这么多做补偿了 别的我还有用呢 沈妈妈 你怎么来了 弟弟妹妹们都饿了 在家等了你好久 都没回来 赶紧去买点吃的 给弟弟妹妹们啊 来吃吧 谢谢姐姐 他们是你的孩子吗 不是的姐姐 我们都是沈妈妈领养的 除了我们 沈妈妈还领养了其他的 好多的弟弟妹妹们呢 多嘴 赶紧带他们去买点吃的吧 去吧 按种多买些吃的 给你们送过去 白丽公子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我都可以满足你 没有了 那个 你跟他们解释清楚就好 好嘞 谢谢啊 你等等 这个罪银 你拿走吧 我是经商奇才 才不缺这点小钱 谢谢吧 李公子 本以为放你出宫赚钱 没想到 连一个铜板也要抢 陛下 我看你们这儿 好像缺一个经商奇才 不用 你还是好好出宫 赚点大钱 我们开这个店 本来就没打算赚钱的 银儿 你怎么了 好痒 好痒 被问中丁了 沈妈妈 小宝好像也生病了 沈妈妈 我牙头 不够够结牙 该不会是长取齿了吧 我一定好好想想办法 帮你们解决的 最近新开的 兔头妈妈店铺里卖的牙膏 掌柜的说 不长住牙 就用兔头妈妈 我给我家女儿用了后 那牙齿刷得可干净了 再也不让人牙不舒服了 我女儿啊 皮肤泛红 一直痒 我给她用了兔头妈妈 双子背护膏 那是一抹见效 就不挠了 我们现在呢 使用不同的 这要怎么选啊 小宝用的牙膏 银儿要用的紫草膏 欣欣要用的面霜 这位客人 方便告诉我孩子们的年龄吗 我来为他们选择 最合适的牙膏和面霜 我家小宝纪念三岁 需要用牙膏 欣欣的话纪念十八岁 需要用面霜 可以选择我们这三款产品 就这三样 可以了 弄清楚了吧 谢谢 这三样可以给我便宜一点吗 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 一起打个折吧 可以啊 这些都免费送给你 谢谢姑娘 不过武功不受禄 我们这里却一个掌柜的 沈姐姐愿意来吗 每月我可以给你十两银子 还有 这些孩子们的用品 也全都送给你 谢谢燕姑娘 来 我教你 公子 家中传信 说夫人生病了 严重吗 不严重 就是好几天不见好 你快回去为夫人诊病 这里有沈姐姐帮我 能应付得来 沈亿命人 在外面准备好 你也认为可以 嗯 阿妍 她是不是你的心上人啊 我们是朋友 哎呦 你把人家当朋友 人家可不一定帮你当朋友 看看你的眼神可不清白哦 沈姐姐 快别打去 姑娘 你送我们家小孩的东西都非常好用 今天太谢谢你了 不用客气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 日后有机会一定感谢 富同妈妈感谢就不必了 能帮帮你们我也很开心 走开走开 走开走开走开 走走走走走 你们在这开店 经过我们允许了吗 知不知道我老大是谁 还不赶紧求保护费 你们老大是谁 我们老大白礼宁 京城首缺一指的京城奇才 怎么又是白礼宁 本来老娘的脸不捣乱 你活你了是吧 你你敢指我 我不仅要指你 我还要打你呢 站住 站住 叫来有什么事啊 你们 你们怎么这副鬼样子 白礼宁 不是你让他们来找我收保护费的吗 你说这话 是想让我跟他们变得一样吗 我不是让你们好好照顾袁姑娘生意的吗 对啊 我就是按照刚才您说的 来好好照顾袁姑娘 我说的张夫妻真的好好照顾 不是让你们办事找货 那叫保护费的 我错了公子 是我误会了您的意思 您罚我吗 还不赶紧向阳姑娘道歉 对不起阳姑娘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是我误会了公子的意思 我以为您是那个指挥赠公子钱 却不怕公子扶赠的那娘子 不是 是 是吗 是啊 白礼公子每次回家都会被他娘子赶出来挣钱 刘大厨你闭嘴 我这不是为你鸣不平吗 我就是你口中公子的那位娘子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给你娘公子一个交代的 阿颜 阿颜 我不是故意的 您听我解释 我又是说错话了 没想到这个阿颜 姻元札还挺窝的呢 谢招 你怎么来了 严姑娘 请借一步说话 谢策军 你此次来 有何要事 陛下 这是北疆送来的 将派二皇子白礼安 即将出使大连 三日后就到了 是 阿颜 你当真是当金女皇啊 是 沈姐姐 可一定要为我保密 这段时间我不在 兔头妈妈店铺 就暂时交给你把理 陛下放心 我一定会帮助更多的人的 嗯 白礼宁 你哥哥此次出使大梁 你随我一同入宫 三日后 我们一同出席欢迎宴 北疆 北疆二皇子白礼安 拜见陛下 平身 谢陛下 陛下 朔 向这种丧家之权 根本不配出现在陛下身旁 二皇子 盛严 陛下 有所不知啊 我的这个弟弟 是与他的母后 忤逆谋反 兵败了 才逃至大梁 埃里安 你撒谎 明明是你陷害我 还亲手尸杀了我母后 要怪 以怪你太愚蠢 你以为我真把你当亲兄弟了 不过 我倒是要切心 让我成为了百姓心目中 铲除叛乱的英雄 我杀了你 给我母后报仇 陛下 您看到了 百里宁只是个 未成匹夫之勇的废 他连给您提鞋都买了 不如 上我来做你的皇甫 我们两国联姻 结成秦进之好 二皇子 百里宁现在是朕的侧君 你羞辱他 等同于羞辱朕 二皇子此番 前来我大辽 是求我大梁与你北疆通伤 朕要你现在就向朕的百里策军道歉 否则 通伤之事 免谈 陛下 您为了这个废 道歉 否则 二皇子现在就返回北疆 刚刚是我严重了 你减量了 白里宁 抱歉 事关两国邦交 我暂时不能帮你报仇 陛下能在白里安面前替我说话 我便已经知足了 我与白里安 本正是私事 今日在宴会上 是我冲动了 要不是陛下及时拦住了我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白里宁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机会帮你的 多谢陛下 累了一天 你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陛下 此毒凶了 现在正知毒放 若是十日之内找不到情药 陛下就会 陛下 你们都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陛下 难忘谋反那晚 偷偷向你下了息语剧痛 毒性隐蔽 时至今日都发射才发现 还请陛下 至臣重罪 你又不是神仙 又怎么可能 事事都灭灭剧道 此事与你无关 你不必自责 此毒 应该很难解吧 需要北架 百年难得一见的珍惜仙草 抱歉陛下 我现在手上 不用我仙草 但是我一定会想办法 尽快弄倒 你们都先下去吧 谢侧君留下 谢侧君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陈曲找过百里安 他手上有北江仙草 也愿意把仙草给我们 但 他提了什么条件 让我们交出百里测诀 不行 百里宁到了百里安手里 必死无疑 我不能为了我自己的命 白白牺牲他 真明白了 谢侧 无论用什么方法 我们都不能把百里宁交出去 他当时 就是为了躲避百里安的追杀 逃到大梁境内的 我不能让他回去白白送死 这件事情 一定不能让百里宁知道 我担心他会做傻事 朕明白 侧君 你这是做什么呀 收拾行李 我们现在住厨厂 为什么呀 我们在这不是好好的吗 百里安已经追过来了 这里已经不安城了 我们得逃到更远的地方 把百里宁闻一下 师少 你要干什么 我和陛下的对话 你都听到了 听到了 陛下有情有义 不舍得用你的符 去换仙子救自己 但我 历来薄情怀疑 所以只能牺牲你 敢违抗陛下之命 就无法陛下怪罪下来吗 即便怪罪下 那也是之后的事 陛下 陛下 你怎么来了 放了白医尿 书上不能遵致 你敢抗制 你敢抗制 只要陛下活着 臣就算抗制 也在所的心 只有白医尿死 陛下才能活 臣也没有办法了 我说 放了白医尿 说他死 我也绝不赌 陛下 你就这么喜欢他 现在 立刻 放人 白里尿 朕已吩咐下去 明日一早 就派人送你出宫 今天天色不早了 路途遥远 你早点休息 我们 江湖再见 谢教 你确定能顺利交出 白里尿 我可听说 陛下因为此事 可是狠狠地 教育了你一段 陛下现在 沉眠病堂 即便有心 也无力 白里尿 他保不住 明日 我便将白里尿 交到你手中 好 那我就 静候谢向佳音 来 别想 白里尿 你怎么还没走 我这就走 我来跟你道别 白里尿 你说的走 是要去哪儿 出宫啊 你骗我 我派你出宫的马城 是毛事 现在已经是四十 马城接不到人 自会来向我禀报 你送了阿头出宫之后 你为什么不一起 还是说 你一开始就没打算要走 我要去见白里尔 他不会让你活着回到北江的 救我的仙草 我不用你去找他 苏从健一定能想到办法救我的 我问过苏太医 他告诉我 只有北江的仙草才能救你 不要回去找白里尔 你不用万里逃到大梁来 好不容易才活命 我怎么能眼睁只能看着你为了我去死 因为只要你相信我 这件事情 一定不能让白里尔知道 我担心他会做伤势 我担心他会做伤势 不要 陛下 属下无能 任为探查到百里测军的消息 再探 直到探到为止 是 陛下 谢测军这段时日日前来求见 要不陛下 还是去见一下他吧 好 谢测 你起来吧 随我一同去兰芳院 娘亲 这段时间怎么一直不见阿宁哥哥呀 他暂时回国去了 朕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百里宁极有可能还活着 朕要派人 前往北疆寻找他 还请陛下三思 为何 如此兴师动众 一则会引起朝臣不满 二则 一挑起两国纷争 谢 谢赵 你违抗军令 私自把白里宁交给白里安 朕还未知你的罪 现在 你既还有胆量阻止朕去救他 陛下 您行礼 陛下 此事另有意情 陛下 容 谢测军把话说完 暂时做也不吃 三则 是什么 三则 是因为根本不需要 陛下 阿宁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有没有给我带好吃的呀 当然给你带了 已经叫人放你寝殿了 回陛下 陈 安然无压地回来了 你们 到底瞒着我做了多少事 谢赵 又是你捣鬼是不是 白里测军 放心吧 我会去找白里安 换回仙草 给陛下解毒的 这是下策 我有一上策 既可以帮你报仇血恨 还能救陛下的命 什么上策 首先请白里测军 装作要逃命的因子 我会适时出现拦住你 杨庄要强行将你交给白里安 换取仙草 经此一试 白里安会对我身险 从而会掉以轻心 白里安 白里安暗中与男王有所勾结 我趁机将苏测军纺制的西域旗毒 暗中吓你白里 让他误以为 他也同样被男王算计下毒 为了活命 他只得取出仙草 求我去请苏太医研制解药 然后呢 然后 谢次军将炼制好的解药交给了我 回去的一路上 白里安不仅不敢动我 反倒还要保护我 白里安受控于解药 指得向我父皇供出了陷害我母后 跟追杀我的罪行 臣现在洗脱了雾名 也为母后报了仇 你们既然瞒着我 下了这么大一盘气 还瞒了我这么久 为什么要瞒着我 宫中人多口脏 谨慎起见 并未禀名陛下 还请陛下恕罪 谢政 如果你早点告诉我 我 我也不会打你一巴掌 多亏陛下的一巴掌 让臣取信于白里安 总之 以后 你们都不准再瞒着我了 是 白里安 照理来说 你洗脱了罪名 应该很受你父皇的宠幸 你不好好在北疆 当你的三皇子 回来干什么 回陛下 臣 亲吻罪见朝上大臣 纷纷向陛下递折子 催陛下立皇夫 臣 是回来 你会死的 兔头 怎么样 我家乡的点心 好吃吗 好吃 那你想不想 一直吃啊 嗯 这样 回去之后 跟你娘亲说 立我为皇夫 这样 就可以天天吃到了 如果不说的话 就不能天天吃了吗 带我去哪儿 带我去哪儿 既然一切自书与楼而起 那臣就带陛下顾地重游 看看能不能帮陛下想起什么 好 南王被下诏入狱后 这里就被封了 我已经不记得当初 为什么要来这里了 其实臣也不记得 你怎么了 陛下 我好远 雨下 好热 糟了 糟了 这里有危险 我们赶紧离开 走 糟了 这里有机关 只能从外面打开 陆里 几位侧君中 本皇最看重的就是你 希望你 不要辜负本皇的好意 好热 陆里 你在做什么 我是陛下的侧君 陛下以为臣要做什么 我不需要 陛下 难道真就这么讨厌陈吗 我 我不讨厌他 那就请陛下 不要再推开陈了 还是你一开始就知道 这里有问题 既然有人想要暗中撮合陈与陛下 陈又何乐而不为呢 陈 陈下 外面有人 没过去 陈得罪了 陈下饶命 你的手 无法 一点小伤而已 现在 要效已经退了 陈下很快就会无恙了 陈 伏敏 你对陛下做了什么 我是陛下的侧君 谢侧君以为我想对陛下做什么呢 谢昭住手 陆里什么都没做 这 便教他如何好好说话 你们快住手 陆里你手上还有伤 承让了 谢谢 陆次君 还学会苦容器 手上有伤害敢这么做 陆里 爹 你以为你躲到这里就给逃过这次加法吗 敢问陆老 为何说 要让陆里受加法 参见陛下 依陆家家规 陆里摘下面具后 未能在一个月内成为陛下的正夫 便要以此谢罪 这是什么奇葩家法 陆师叔是来逼自己的儿子去死 所以 我为他请了边刑 按照家规 只要受罚 便可以免死 白不跪下令法 陆里此生 再不会为了这腐朽的家规下跪 放死 我今日 我今日 我今日绝不屈膝 并且你也休想 依死来胁迫陛下立我为皇父 好 那我今天就打死你 住手 够了 陆老 难道 你想在这面前杀人不成 臣不敢 只是家规如此 那现在陆家 谁能更改这家规 先任家主 也就是微臣 好 朕现在 就废了你的家主之位 换陆离 来做新任家主 陛下 陛下 朕起事而戏 朕一言九鼎 和他而戏 现在 应该没有任何人 能处罚朕的陆侧君了 陛下 谢宋君 你来了 这是臣送给陛下的生辰礼 希望陛下喜欢 真好看 谢谢你送我这么好看的簪子 陛下喜欢就好 臣请陛下 随臣一步是外 臣还有一件礼物 送给陛下 听说放孔明能许愿罪灵了 陛下 来许愿吧 嗯 陛下 许了什么愿 希望我的每位侧君 都得偿所愿 平安喜乐 你呢 愿陛下 从此以后 都得偿所愿 平安喜乐 陛下 白礼宁到处在找我 我先来你这躲躲 陛下 陛下 这么快就追来了 刚刚明明亲也看到他 跑进来了 顾测局 快把他直走 那个顾测局 你有看到陛下吗 没有 奇怪 那去 陛下 陛下 终于走了 顾测局 陛下 为何自从白礼测局回来之后 您就一直躲着他 他救了我 我却没法许给他皇妇之位 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陛下如此为难 可是 喜欢他 我 一直躲着也不是办法 陛下 您心里要是有什么想法 可以直接跟他解释 陛下留步 陛下今日生辰 却不允我等 为陛下开宴设席 进行操办 但 生辰里总不能也少了 这是什么呀 这 清盈玉 陈也是后来才知晓 这枚清盈玉 象征着千招权柄 陈 特意将此赠予陛下 愿陛下 江山永固 这太贵重了 我 陛下 您值得这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 此欲只有在您的手中 才能发挥 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价值 多谢顾测君 我很喜欢 陛下 奴婢听闻 兔兔妈妈店铺的牙膏 引得民间各地 进行采买 连衣馆都争相引入 还被摆成衙衣 联名推荐呢 效果好 当然会这样 陛下 策立皇夫之事 严待已久 臣等 请陛下 早做决断 诸位爱卿放心 今日 朕 就会给你答复 陛下 这段时间 多谢诸位策军的照顾 但是我想 你们都身负才华 不该被埋没在深宫 所以我决定 放你们出宫 去成就自己的誓言 我不走 说什么都不走 白礼宁 我为你准备了一封 两国勇士友好的盟书 你带着这份盟书回国 定会受你父皇重用 从此 你能施展你自己的报复 陛下若放我们离开后宫 又如何 向满朝文武交代 皇夫之位 朕早已许给兔头生父 兔头生父一日未找到 这皇夫之位 便一日空悬 这 就是朕给出的答案 说他们再次逼迫陛下 策立皇夫呢 朕是皇帝 这点事情都处理不好 又怎么管理江山 谢昭 你已观之宰相 但仍是待之 今日 朕便赐你一道圣旨 从今以后 你便是真正的谢相 这块鸡品灰墨 朕早想送给太父 多谢陛下 太父早已治不在朝堂 是朕将太父困在身宫之中 今日 朕放你出宫 从此太父 可一宫归以 陆将军 你打开盒子看看 朕送你的礼物 陛下 南王之乱后 陆家军 并未完全归于你会下 今日 朕把能调集陆家军的兵符送给你 从此 你不仅是陆家家主 还是所有陆家军的统领 苏从军 这套真具 是神医温太医所留 朕将这套真具赠送给你 希望你能继续 玄乎济世 救济万民 那兔童妈妈店铺 兔童妈妈店铺 我会好好打理 发言光大 来帮助更多的人 多谢陛下 臣是臣 不能走 为何 臣还要帮小殿下 找到生父 我已不执着于此 臣已经研究出 能检验小殿下 生父的方法 你说的是真的 只需取小殿下的指尖鞋 与众位测军的 进行短断 臣便可以检测出 小殿下的生父是谁 怎么会这么强 还请陛下下脸 让白青和秋月 对我们五位测军 和小殿下 进行抽血检验 好 启禀殿下 众位测军的血已经采完 现在奴婢就去和小殿下的血 一起检验 多久能出结果 约一刻钟 好 快去吧 苏太医 显现小殿下生父的方法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自然是真的 能留下的 就只有小殿下的生父 细于止 便要离开 只要小殿下的生父 在我们之中 我就有无法 是我们要留下 只是陛下 你现在真的还想知道 兔头的生父是谁吗 娘亲 是不是找到我爹爹了 很快就知道 你爹是谁了 我爹是谁了 几瓶陛下 忠读测军 小殿下与众测军的血缘对比 结果已出 铺头的生父居然是 幸亏有你们家产品 帮我们家大宝小宝 解决皮肤和蛀牙的问题 今日一见 果然是有爱之人 我们兔头妈妈 就是以爱与科学 来进行产品研发的 为不同年龄分端的儿童福音 提供护理方案 这样 父母和孩子 才能有安全有效 愉悦的护理体验 娘亲 我们走吧 说好要去看花灯的 别点已经在外面等我们了 好 月弟我们来啦